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到客家历史的轨迹 华人施工所特别办理了下一站 乐活回篮客庄小旅行的活动 由达人带路带领民众骑上了自行车 从三条路线体验不同的客家文化风情 9号的上午 市长魏嘉贤一同参加了第二场次的活动 和民众一起体验DIY做麻吉的过程 并且表示未来会持续办理类似的活动 让民众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看见花莲市的多元文化 9号一大早 30多位民众就聚集在花莲火车站前 头戴安全帽全副武装 经过领队安全提醒后 各自骑上单车 依循客庄小旅行主题路线 跟着文史工作者黄佳荣老师 从不同角度来探索这座城市的客家文化 有的庙在后方还有所谓的宝堂 宝堂的部分 我们可以往后看是不是宝堂 市长魏嘉贤也到了现场 和民众一起手作客家古早味麻薯 在老板娘的指导下 大家熟练的将麻薯挤出一颗颗香精大小 再简单沾上花生糖粉 就可以享受到传统的客家风味 一边吃一边做 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好赞喔 又有吃又有玩 然后还有运动大 因为骑单车 很开心 那今天我们客行所 也办理客家骑武料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有三个提示 那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提示 那下一个提示就是10月17号 我们的一个巷弄文化职人 我们客家的文化职人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文化活动 跟运动结合起来 让大家能够更喜欢 更了解在地的客家文化 花莲市公所办理的下一站热火 回南客装小旅行活动 各个环节都是相当充实 除了有的吃有的玩 还有达人进行导览 市长魏嘉仙表示 未来花莲市公所会持续推动 客装小旅行活动 将景点运动观光文化串联起来 同时也会办理更多客家相关文化祭典活动 让所有客家文化在花莲市当中发光发热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